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之后我看到微软在其实在这个昨天的股票交易结束之后 才公布了这么一个报告 我一开始没有觉得这没把它当回事 但是你仔细读下来 包括你看到纽约时报这个文章 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 并且它涉及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就是说目前根据微软的这份安全报告 以及纽约时报的文章 微软的安全研究团队非常有把握的认为 来自这个中国背景的黑客 最终的目的是在有必要的时候 切断关岛和美国本土的联系 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是 这个偷袭关岛的这个网络基础设施 那目标是不是台湾 在昨天微软是曝光了 具有中国背景的一个黑客组织 叫做福特台风 对美国关岛上各种关键设施的这个渗透 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 这个美国的包括FBI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NSA等等机构 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啊 给出相关的技术细节 以及具体的防范和应对措施 其实刚才李奇也说到 就在2月初啊 1月底美国在这个南卡海岸 记录了一个中国巨大的一个气球 那就在当时啊 这个FBI对气球上的各种设备 展开检查的前后 其实另一个令美国政府 令美国情报部门感到非常不安的事情 正在发生 因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微软发现一个 发现一个令他们更为担忧的一个入侵者 那就是在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 一个电信系统里冒出了神秘的计算机代码 微软在昨天公布的这个报告里称 这个代码是由一个中国政府 黑客组织安装的 因为这个事情啊 目前来说 无论是在这个计算机安全界 还是在美国政界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警惕 因为在关岛那是拥有太平洋港口 和庞大的美军的海军基地 以及空军基地 如果台湾遭到入侵和封锁 那么关岛将成为美国的这个军事 第一反应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黑客入侵的行动 是非常隐蔽 有时呢是可以通过这种家用的路由器 还有其他的常见的消费类的物联网设备 进行让入侵更加难以追踪 这个是一个怎样难以追踪的一个状态呢 根据微软出的这份报告 其实这个入侵在2021年的年中 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所以你看在过了将近两年时间之后 美国的情报部门才发掘了这一次的入侵行动 那可以说这个入侵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这个神秘的代码 叫做webshell后门 这次发现的这个webshell 是一个可以远程访问服务器的恶意的脚本 那么尤其是家用的路由器 特别容易受到攻击 特别是那些没有更新软件 和各种防护措施的旧的型号 那和吸引美国人 美国普通人注意力的 高高在上的白色巨大气球不一样 气球那在哪怕在敏感的这个核设施上面 去悬浮去经过 但是计算机里的代码 是没有办法被所谓的击落 或者是被一个摧毁的 那么在昨天 微软公布的代码的详细信息 使企业用户制造商 还有其他人能够进行检测 并且做出应对措施 把相应的代码给删除 国家安全局与其他美国国内的机构 以及海外的澳大利亚 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应对机构 一起发布了一份长达24页的建议 并将微软安全团队的发现 公之于众 并且尤其是提到 对最近发现来自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进行相应的警告 再说一下这个黑客组织 中文翻译叫福特台风 微软称 它是属于中国政府支持的一项行动 这个组织不仅针对通信电力和天然气等 关键基础设施 还针对海上的作业和运输 目前看来这个入侵似乎 似乎也只是一个间谍性的刺探行动 但是是中方有意为之的话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专门设计 可以穿透防火墙的代码 发起破坏性的攻击 但另外一方面 微软也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据表明 这个中国组织利用这个访问权限 进行侵犯性的攻击 这个和另外一个这个大国 所把持的黑客队伍 可能有些不太一样 罗罗斯的黑客组织呢 他们更善于是进行这个破坏 美国的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认为这个代码是中国大规模情报 收集工作的一部分 这个工作啊 涉及到啊 网络空间 外太空 以及啊 所我们看到的 美国人发现的气球事件 所涉及的这个低层的大气层 你可以发现从1月2月出到现在 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啊 好几个月的时间 拜登政府一直是拒绝讨论啊 这个FBI到底在被击落的这个中国的气球上发现了哪些东西 目前不清楚的是啊 政府对气球上的这个对气球上的发现保持沉默 那原因是不是不想让中国政府知道美国这边掌握了什么样的情况 那还是为了避开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事件之后出现的外交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裂痕 那么中国这边呢也从未承认啊 入侵过美国的网络 即使在规模最大的一次事件中也是如此 那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 当时人事管理具有大约2200万美国人的安全审查文件是被切 其中包括600万组指纹 当时数据外泄的过程也是持续了 持续时间也是以年为计算的 当时也促使了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一个协议 在此后中国的恶意网络活动是短暂下降 那么再谈一下这一次这个福特台风 这个黑客组织所针对的目标 那是关岛的电信网络 关岛的这个系统对中国来说其实是尤其重要的 因为啊在关岛军事通信啊经常是借用商业网络 那么负责微软威胁情报部门的主管 汤姆伯特在接受采访时就说 微软的分析人员其中许多是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资深人员 在调查影响一个美国港口的入侵活动时发现了这个事件的核心 也就是这些的黑客代码 在追踪入侵过程中 他们发现其他遭到攻击的网络 那包括关岛电信部门的一些网络 网络那么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安妮纽伯格就说 像5月24日曝光的活动 这样的秘密行动也是促使我们美国这边关注电信网络安全 使用可靠供应商的紧迫性的部分原因 这些供应商的设备符合既定的网络安全标准 纽伯格也一直在牵头在整个联邦政府推行 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新网络安全标准 那么现在纽伯格正在推动他所说的 改善我们的管道铁路系统供水系统 以及其他关键服务网络安全的不懈关注 包括对这些部门的网络安全做法提出要求 并对这些基础设施面临的威胁 具有独特可见性的公司展开更密切的合作 这次的报告和之前也不太一样 目前这份报告是由美国政府迅速公布 此类数据相对较新举措的一部分 就是说以前有了黑客入侵 发现了黑客入侵进行了调查之后 相应的报告并不会那么快的公之于众 但这次不一样了 那是因为美国政府这边希望 能阻止中国政府发起的类似行动 在过去几年时间中 美国是通常会隐瞒这些信息 有时还会将其归入保密级别的档案 并且也指于少数公司或组织分享 但是这几乎总是令黑客那一方 远远是先政府一步 再回到关岛的基础设施被入侵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关岛的关注尤其是引起了政府层面 很多官员的注意 他们正在评估中国攻击或扼杀台湾的能力和意愿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讨论说 习近平命令 人民解放军要在2027年之前 用能力拿下该岛 但是在之后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也向国会指出 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他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定 其实在近些年来 美国进行了很多次的战旗推演 或者是这种战旗军事性的模拟 以便对这种攻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加以筹划应对 中国的首批预期动作之一 就是切断美国的通信 拖延美国的反应能力 但在这其中的整个大战略中 最重要的就是关岛 那么为了协防台湾 那里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也是美国空军许多任务的启动点 或者是出发点 那里的海军港口和空军基地 对美国的军事力量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我又在正式纽约时报的所有的报道的文章 但是我又看了一下微软的安全报告 他们在回顾了2021年中 对这个福特台风的最初的入侵之后 他们发现最早被入侵的设施 是来自一个安全公司 那么这个安全公司的安全公司 以及安全公司的创始人 还是有着华裔背景 这个我考虑在后面的小杨说说 做进一步的展开 那会不会美国保守派的政府官员 会抓住这些类似的观点 进行大肆的攻击 也很值得关注 好谢谢小杨的详细介绍 有关于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近期我们是谈及了好几个层面 既有中国方面对于安全问题的关注 也有美国方面对于来自中国的企业 或者是来自中国的个人涉及到的安全隐患的怀疑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 要锁定今天的小杨说说 看看小杨为您介绍 这起事件背后的更多的背景 大家看下来自中国的小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